汉武帝有一位著名的宠妃 叫做勾翼夫人 传说勾翼夫人天生残疾 双拳紧握不能打开 这引起了汉武帝的好奇心 于是汉武帝打算亲自验证传说 结果勾翼夫人的手 竟然被汉武帝打开了 只见女子手掌中有一只玉钩 汉武帝大喜过望 从此开始十分宠爱她 字号为全夫人 全夫人本姓赵 家世并不显赫 只有父亲有记载 不过犯了法 对她用了宫行 只能做宦官 赵氏虽自小长在乡野 没什么见识学问 但美貌惊人 恰巧汉武帝寻兽 有占卜者向汉武帝禁言 说这个地方有个奇女子 汉武帝立即派人寻找 果不其然 被随行官员找到了 有人认为 赵氏是因为小儿麻痹 才导致双拳紧握 但无法解释御工的由来 这才有了随行官员的把戏 这一说法 经过影视化后 二人的相识 就被写成是奸臣江冲布局 江冲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 跟赵氏送入后宫中 不过后世史学家分析 这场相遇中 人为策划的可能性更大 赵氏入宫后被封为节鱼 他的宫殿也被赐名为勾异宫 初入宫的他 还是一朵楚楚可怜的小白花 妩媚动人 但在儿子出生后 也卷入了宫洞 勾异夫人 怀孕就用了14个月 平常人一般只用10个月左右 汉武帝知道后 将宫们叫做姚母们 只因上古姚帝 也是其母怀孕14个月所生 勾异夫人的儿子 也号称为勾异子 不得不说 勾异夫人的神话色彩玩 相当浓烈呀 汉武帝曾下令修一道城墙 但时间紧迫 当地父老乡亲 只能不眠不休的干活 勾异夫人知道后 愧疚不已 只好双膝跪地 默默祈祷 奇迹竟然发生了 一条土坡拔地而起 形成了一道高墙 勾异夫人死后 家乡人为纪念她 建立了全夫人娘娘庙 来纪念她的心善 曾经为他人着想的勾异夫人 却在深宫中为了皇位 算计了别人 令人害文的巫骨之祸 竟然与勾异夫人有关 巫骨之祸是汉武帝时期 一起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 当初 丞相的儿子被人告发 用巫骨来诅咒皇帝 汉武帝将此事交给了姜冲来查 不过 姜冲用酷刑栽赃 使人认罪 导致许多大臣牵连其中 因姜冲和太子留居不和 就趁机陷害太子 太子只能起兵反抗 遭到了武帝的镇压 起兵失败 又被皇帝猜疑 皇后为子夫与刘聚 相继自杀 魏氏一族也被图结一空 在这次事件后 太子为空悬 其他几位皇子也跃跃欲试 只不过 没有了太子 皇子里面能成绩的并不多 赐子早邀 只剩下四位候选人 广陵王奢敏喜欢游乐 燕王尚书想成为太子 被汉武帝削减了封地 昌一王没活多久也离世了 只剩下勾义夫人的儿子刘复玲 他是汉武帝最小的儿子 又与汉武帝年少时相向 故而 汉武帝也十分重视 他的母亲勾义夫人 前太子刘聚之死 也让汉武帝多番深茶 最后才知道 是被奸臣江冲所害 汉武帝老泪总横 但也无可奈何 得知勾义夫人与江冲勾结 更是对他产生了戒备 人死不能复生 作为赢家的勾义夫人母子 在后宫中 已经无人能超越了 当初柔弱的骑女子 倒像在心机深沉的深宫妇人 背后原因不免让人怀疑 有人认为 这一切都是一场阴谋 江冲与勾义夫人合谋 目的就是为了推翻 皇后魏子夫另立太子 毕竟 还是有眼红魏家的 觉得是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也不排除是汉武帝的阴谋 魏家当时如日中天 太子又有个人得的好名声 威胁到了皇权 加上江冲这类小人作祟 任凭奸臣陷害 在太子离世后 又建立了归来忘丝之台 这样又能维持住名声 不管是皇后魏子夫 还是勾义夫人 不过都是政治权力下的棋子 为巩固皇权做了牺牲 只是汉武帝怎么也没想到 他做的一切 还是为别人做了嫁衣 在《甄嬛传》中 大臣劝皇上效仿汉武帝 以此来巩固江山社稷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起因竟是因为斗太后 汉武帝16岁继位 但外戚势力干正 尤其是太皇太后斗一房 以至于汉武帝刘彻 必须奏势东宫 这让刘彻很是反感 加上他想做的事 都被太皇太后与皇太后撤走 他只能韬光养晦 宠幸姐姐平阳公主家的歌女魏子夫 结果 承皇后见魏子夫专宠 内心嫉妒不已 数次为难奚落魏子夫 甚至还实行巫谷之术 汉武帝一气之下 废掉了承埃家的皇后之位 并在魏子夫生下孩子时 立他为皇后 开始重用魏家人 在魏家巅峰的时候 又开始宠幸勾异夫人 生下了汉武帝最后一个儿子 入此魏家赴免 勾异夫人的声望崛起 汉武帝在自己暮年的时候 担心勾异夫人会像斗太后一样 撤走皇帝 培养自己的势力 从而外戚专权 让自己儿子的皇位不稳 便不顾惜人情 很心杀害了正直妙龄的勾异夫人 此事过后 汉武帝还得意的问侍从 对勾异夫人的死有什么看法 侍从的面面相去 汉武帝则说 主少母状就会引起国乱 女性有了权势地位 就会变得交涉淫逸 就像知情的吕后一样 过国乱政 不过汉武帝虽铲除了外戚的可能 但也使权臣之风盛行 幼子即位时才七岁 国家大事由权臣代理 朝中并没有能够制衡权臣的人 也导致了汉朝的逐渐落败 如果留下勾异夫人 还可以起到震慑朝廷的作用 形成两股势力 相互制衡 就像吕后斗太后一样 可以管住刘家的江山 不被他人夺走 勾异夫人才二十出头的年纪 便这样被埋葬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啦